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个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吧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其有审判 这段很出名啊 对不对 希伯来书9章27节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其有审判 不是死完就拉倒了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6章22节 讲了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对不对 一个富有的财主和一个贫穷的拉撒路 这个贫穷的拉撒路 他们没有信耶稣啊 拉撒路也没有信耶稣 没认识真理 但是你知道他死了 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人不是死了就拉倒的 富人跟穷人死了也不一样的 这个富人没有怜悯心嘛 拉撒路那个时候 抄的药吃了他不给他 然后这个富人也死了 然后这个拉撒路也死了 那拉撒路在哪里呢 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亚伯拉罕是上帝最喜悦的人呢 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那这个财主呢在哪里呢 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 那我们可能说是地狱 对不对 或者阴间 然后他就渴得不得了 他就告诉那个 那个拉撒路能不能送点水 让我润润我的喉咙 对不对 你看这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死亡呢 首先我们知道 死亡是美好无比的 对一个信仰的人来说 没有惧怕的 死亡是人生的一个改变 我们结束了今天的生活 我们开始一个永恒中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怕死亡 所以当我们死亡的 为什么基督徒 你看到基督徒 当他葬礼的时候 跟世界人很不一样 世界人葬礼在哭啊好啊 没有盼望的 那基督徒葬礼的时候唱歌 对不对 我们赞美神 赞美神 前几天我看到这个 我们澳洲分堂的张亚齐 牧师的母亲走了 那潘姐妹87岁 他得了癌症得了七年 七年 这个得癌症肺癌 活了七年 八十岁得癌症 八十七岁 我看到那个 整个的最次礼拜 他们传给我的那个图片 我看到真的是神得荣耀的 第五四位来到一起 没有那么多的悲哀 大家为他送行 大家怀念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大家知道他在主的怀里边 美好无比 因为神擦干了他的眼泪 神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疼痛 在他离世的时候 他的身体的疼痛 他的胃癌的疼痛 那个肺癌的疼痛 需要打马飞的 需要打马飞的 那时候我们就祷告 求主 接他平安地离开 不再造这个地上的苦难 感谢神 所以我们对疾病 没什么太特别的可怕 你看到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 往伤家 遭伤的人家去 强如往艳乐的家去 所以你要去参加一个 最四礼拜 你感觉不一样的 比你参加婚礼 对你还有影响 还有意义 参加婚礼 大家一高兴 喝点酒 笑笑完了 可是参加最四礼拜 我们有很多里边的学习 所以圣经说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无论人怎么尝试 他都无法避免生老病死 我们无法避免 所以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我们知道死是每个人的结局 那我们在死亡的面前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有智慧 摩西说 主啊求你指教我 数算我的日子 好像我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既然知道说 这个死亡会临到我们每个人 那我们就数算日子啊 那么在不同的年龄 我们要做正确的事 做正确的事 我们做正确的事 就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 如果有人觉得说 我们这个在世界上是寄居的 是临时的 圣经说我们是寄居的嘛 什么叫寄居的 就是临时的嘛 那如果你去一个地方出差 你住在酒店里边 这个寄居的 你会买一大堆家具吗 你会把那个房子装修 就像武汉的很多的人 这个房子装修花了多少钱 装修是花了多少精力 突然一家都没了 这个装修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了解利益 我们就不把地上的事情 看得太过重 我们就知道这是临时的 我们就会把成功名利金钱得失 不看得那么重 我们把永恒看得更重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当我们面对疾病死亡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有智慧 我们怎么活着 能够活出基督让我们的活着的样式 像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 我们敢于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舍己 基督就是爱 基督就是饶恕 基督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死了才有益处 那我们刚才有多少人死了没有益处 对不对 死了只能给人留下一个悲哀 说这人怎么这么年轻就没了呢 他的益处在哪里呢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死了就有益处 首先我们有这个智慧 第二点 基督徒不怕死了 世人是怕死的 我们为什么不怕死了呢 圣经怎么说 我们经过死因的忧谷 也不怕遭害 哎呀这个不怕 我觉得是人生最高境界 圣经讲了不要怕 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 对不对 不要怕只要信 这很重要 因为人生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害怕 我们害怕失业 我们害怕身份没有通过 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 离开我们出问题 然后我们怕我们的经济破产 我们怕国家出问题 我们怕瘟疫 我们很多很多的怕 使我们活不住上帝 给我们的平安喜乐 所以我们要相信说 做神儿女 我们信耶稣在死亡面前 有一个极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不再惧怕死亡 中国古人说 人不怕死 奈何以死拒之 不怕死亡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死亡是我们人生的肉体的结束 死亡是我们面对一个未来的生命的理在 所以诗人说 虽然行过死因的有蛊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还怕谁呢 我们还怕死亡吗 所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 是天使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哈利路亚 因为这个爱 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 保罗关于死 他讲了非常奇妙的话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他说我在两难之间 我想死掉 离开这世界与神同在 是美好无比的 但是呢 神又没有让我走 神又把福音托付给我 让我留在世界上 为他做最美的见证 这两个都很好 死了余神同在 美好无比 没有死我们活着 就是传扬基督的爱 传扬耶稣的福音 活着耶稣基督给我们 基督徒该有的 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不怕 所以保罗说我的身体一天天朽坏 心切一天 心思一天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那 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每当读到保罗的话 心里就火热 所以当我们疾病的时候 当我们贫穷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 当我们的欺人离开我们的时候 这些话都是我们生命中 极大的安慰 极大安慰和帮助